看文坛内把大火烧出几多舍利子 李承彭文 1949年3月 人们总说春天来了 可北平的风筝还没飞上天 护城河的兵还没化完 沈从文已自杀了两次 那时大军已隆隆进城 那时北平还剩下六个月 就将改名北京 沈从文坠坠不安地住在中老胡同32号 就是那座光绪的锦妃 给娘家人买的私宅 已被人间烟火刷成了一处大杂院 沈从文每天和珠光前 文家寺等三十多名教授 挤在这所北大宿舍 抬头可见北大红楼 抬头也可见店员插头 他想了想 就把手伸过去 伸了过去 张子沈龙珠忽然发现 一脚把他踹开 拔掉店员插头 这个月沈从文自杀了两次 另一次 他把自己灌在屋里 用刀片切开手腕和脖梗的血管 还喝下一些煤油 人们敲不开房门 破窗而入 轻烈的风吹跑了一些煤油味 血泊中的沈从文 失声痛哭 一切皆有伏笔 自1948年3月 郭默若写了那篇 《赤反动文艺》 沈从文就被定性淘红色作家 一直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 红色文学逻辑是这样的 沈从文怎可以在编程里歌颂脆脆的三角链呢 怎可以在萧萧里让被压迫的童养习跟流氓无产者花狗搞破鞋还怀上孩子呢 怎可以把吊脚楼的妓女传记当主角且有血有肉呢 重要的是沈从文竟然公开喊出反对作家从政 汪增奇悠悠地说 这是对沈从文的致命一击 沈从文开始念念叨叨 郭默若对我很不好 他对我很不好 进而精神失常了 家人也对他不好 张照和抱怨他托家庭后退 四子神虎厨干脆说整个社会都在欢天喜地迎接翻天覆地的变化 你生什么病不好偏得个神经病 神经病就是思想问题 在欢喜时代 不可以得神经病 神经病就是思想病 沈从文在精神病院待了一阵子 出来后去了历史博物馆 组织上让他打扫女厕所 有人说是对作家的侮辱 沈从文却说 这是领导对我的信任 他们知道我政治上不可靠 但在道德品质上可靠 文艺人说 这是沈从文的幽默 自作多情了 这是他痛定思痛 多年以后 沈从文还记得 多年以前他哆哆嗦嗦走在五门城楼上 那无数个凛冽的冬天 城楼上挂着从眉山而来的刺骨穿唐风 零下十度 并不许靠火 他想了想 开始学习 为人民服务 他说我要保持耐心和持久热情 这是组织上交给的任务 等于打仗 我就尽可能坚持下去 一直打到底 身体折磨次要 改造思想才是目的 组织上成功了 那股穿唐风 穿透了湘西南人的封建思想 穿透了他在大城市形成的反动文艺观 终于在1968年12月 凝聚上一份诚恳的检讨稿 我的生命是当所给我的 能少做错事就好了 只是 每天关门时 他独自站在五门城头上 看暮色四合的北京城 默默说我明白我的生命实在是完全的单独 明白生命的隔绝 理解之无可望 这份内心独白 写在一封未发出的信里 幸好未发出 发出了 就是用个人孤独来对抗组织 一个作家死了 他无法解决我的生命是挡给的 与我明白生命的隔绝的逻辑矛盾就死了 自郭莫若那篇《赤反动文艺》后 沈从文再没写出过一篇小说 有一天 灵秀心描一动 希望他重返文坛 他也满怀热情 开始酝酿新小说 可一动笔就不行了 试过很多种方法都不行 像极个扬尾的男人 到处找神游也不行 沈从文说 过去写作有一个私字出发 此后却必须从信字起步 看来我终得把笔割下 这是一代人必然结果 这声哀叹 飘飘荡荡穿越五门城楼 在历史穿堂风中 不甘心地打着旋 向漫长的奸斩后 经年之后 一颗人头落地 报载 1985年 几名记者访问沈从文 聊起文革中打扫女厕所 女记者说离句 沈老您真是受委屈了 83岁的沈从文 忽然抱着女记者的胳膊 嚎啕大哭起来 什么话都不说 就是哭 满脸鼻涕眼泪的大哭 想终于找到 大人倾诉过往委屈的孩子 所有人都惊呆了 但这才是沈从文的真实流露 他再不哭就来不及了 三年后 沈从文去世 脖子上引荐刀割的痕迹 那天汉学家马月然 打电话到中国驻瑞典大使馆 何时死讯 中国文化参赞 竟不使沈从文连声问谁 这人是谁 沈从文 还不如他脖梗上那道伤痕 更让人容易记住 作者清晰写过两个细节 一 他甚至产生了幻觉和幻听 总觉得自己被监视 担心隔墙有耳 因此说话时 声音放得很低很低 还时常独自叹息 生命脆弱得很 善良的生命真脆弱 二 三月二十八日上午 沈从文将自己锁在房里 用剃须刀划破颈部及手腕的脉管 窗外路过的人们 听到里面有个人不停念叨着 我是湖南人 我是凤凰人 我年轻时以为 沈从文多写点 无产阶级革命作品就好了 直到我知道山药弹派文学鼻祖赵树里之死 与沈从文不一样 赵树里很红 深得郭默若赞赏 文化部长周扬 在全国创作会上公开赞扬 全国没有一个人在农村题材上超过赵树里 他是铁手 他是圣手 可赵树里免不了喷气式批斗 双手反减的高高的 被一脚踹出 飞行了一小段 狠狠砸在坚硬地面 造反派踹断他两根肋骨 肋骨又炸伤肺液 引发之后数年无休止的感染 赵树里被折磨得不成人形 还得通宵写检查 狼靠在火炉前 困 用胳膊强撑着小桌子 一字一字的写 他心中坚信 当时会来救他的 可是有一天 江青同志说这个人坏透了 赵树里就被半夜压走 眼睛蒙着黑布 在山西各地进行巡回批斗 整整四年 活像一只猴子 工人观瞻 殴打 有一天 造反派想起赵树里写过三观排验 说现在让你过三观 令他站上三张桌子 叠起的高台认罪 刚站上去 造反派一脚就踹翻桌子 人摔下来 宽骨当鸡断了 这一天 女儿去看他 他正一手捂着被打断的肋部 一手毕恭毕敬地抄写着毛泽东的 捕蒜子 永梅 他说有机会就把这个交给党的领导 党会明白我的 四天后 赵树里就在批斗中休克过去 当醒来 睁着眼 猴头发出怪异的声音 也不吃饭 无论家人怎么劝也不吃 死了 无论小情调的沈从文 还是大红色的赵树里 至此相信 组织会就自己 也许不信 但假装信 跟一场虐恋一样 爱情如大火燃烧在文坛 人人都想烧出几个舍利子 还有荷花店文学派创始人孙黎 延安鲁毅和进查纪编区日报的干将 却被抄了六次架 这一天 他又被抓去批斗 受不了羞辱 拧下灯泡 把手伸进灯口去 幸好巨大的电流 把他整个手打了出去 老伴赶紧拉住他 说咱可不能死呀 十年河冬 十年河西 十年过了看高低 咱得活着看看这个世界 孙黎侥幸活下来 对了 如果孙黎被电死 后来也没机会提起一名 岌岌无名的作家了 这作家后来得了诺奖 是的 莫言 之所以写了这么久才进入到莫言 是为了交代一下作家的生长背景 提起生长背景 中国人脑海总浮现山东围方市高密县 这行政属地的榜定很古怪的 一个作家生长于高密还是新乡不重要 重要的是生长于什么性质的创作环境 最近莫言被批判侮辱新烈美化侵略者攻击伟大领袖 这根沈从文被攻击反动文学 赵树里被打成大毒草 孙黎被查抄反党内容没什么两样 是这片土壤体重之意 此地文脉有骨子邪恶基因 注定了中国作家的整体命运 看看鸡康 苏东坡 金盛探 吕刘良 老舍 白话 很多正直的朋友拍而起 怒斥毛行火之流 启荣萧小横行 不能再回到那个时代 尴尬呀 都不敢明说那个时代是哪个时代 证明大家一直还活在那个时代 更尴尬 人们很快扒出莫言层公开指出 现在很多人否定毛泽东 把他妖魔化 这是皮肤汉术 他的实践论 矛盾论 论持久战 你否定得了吗 他那种胸襟 气势你写得出来吗 他那狂雕一样龙飞凤舞的字体 你写得出来吗 把一个伟大人物丑陋化 是缺少理智的 一个知识分子重要的立场 就是要承认历史 你不能以为自己比古人更高明 1941年 你在哪里 你在那时 能写出这样一篇文章吗 一些公知 扮演了一种高于一切的角色 以为自己是正义的化身 良知代表 这十分可笑 11年前 莫言老师向知识分子 扔出的一把杀手锏 11年后 被毛星火扔回来一把回旋镖 跟当年老舍批判胡锋 10年后 又被红卫兵同样批判 一样的 一个莫言粉丝说 毛星火攻击莫言 这是大师大飞的立场 我们要站稳了 真是莫言的忠粉 动不动就要求对方站稳了 站稳了 弄得跟茶酒驾的交警似的 问题是 莫言老师与毛星火的立场并无不同 大水冲了龙王秒 家头攻击莫言 呼吸尽力挺莫言 不过是一体两面的争宠游戏 二一太说 甜粽子不利于老爷健康 三一太呸 嫌粽子才是穿肠毒药 就这么回事 有人认为 莫言说了些假话 无伤大雅 但莫言在香港公开演讲 我认为讲真话 是一个作家宝贵的素质 哪个一个作家不讲真话 就势必要讲假话 哪一个才是真实的莫言老师 撕立一级纠结了 一边说文学艺术 就是应该暴露黑暗 一边说不能把腐败的原因 完全地归罪为体制和社会 又有人又扒出 莫言之前对伟大领袖 不有不敬之言 不亚于毕福建 正是 开会式的司马南 酒桌上的毕福建 我对批评莫言没什么兴趣 靠高仿 百年孤独的他 本也不是那个年代 最有才华 最诚实的作家 虽然营销号不断伪造 莫言金句和真话 实际上疫情时 他没说过真话 水灾没说过真话 以农村题材著称的他 甚至连山东老家出了那么多事 也没说过一句真话 这十年来 事实上 我对莫言尚存善意 只是客观分析 这片文学图上的神奇 中国文坛 出了方方 严连科等极少数硬骨头 巨超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 大部分作家连沉默的权力 都辟颠颠上交给组织 有点像主动献胜 李敖说 作家应该像妓女 顾客要什么姿势 你就得学会什么姿势 李敖本一说 写作不能只靠灵感 不能只会一种估计 我倒觉得 中国作家 一直本就是妓女 官家需要什么姿势 他们就熟练掌握什么姿势 从不对官家说 今天没姓语 不借口胜利周期 一直很润滑 随时高超期 这方面 郭默若同志做的是极好的 请看诗歌 亲爱的江青同志 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你活觉活用毛泽东思想 奋不顾身 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 四大林元帅 我向你高呼万岁 你是以宇宙的生命为秋 以宇宙的生命为春 空间不能限制你的伟大 时间不能限制你的长寿 你已活了七千亿万 恒河沙树地质年 你还要活七千亿万 恒河少数天文年 你是无穷尽 你永远无穷尽 放眼宇宙 唯有郭老把诗歌 写到了教窗的境界 同志尚需努力 这么一个文坛领袖 在儿子被批斗时 竟不敢向坐在身边的总理求救 他想奉献自己的舍利子 却等来儿子的一盒骨灰 所以你悲伤地明白了 为什么沈从文要在检讨上写解放后 我就想做一条不太让人翻动的 被文火慢慢煎的味道 还过得去的小鱼 有朝一日 以便对人民有所贡献 明白了 为什么赵树里临死前 还在一字一字抄写 补算子 用梅念叨党会明白我的 明白为什么鸳鸯蝴蝶派太斗周寿娟 未免受冲击 把毛主席送的芒果公在闲眼处 最终因为不小心用红宝书 抵在有疾病的臀部 被红卫兵批斗 一跃而入家中老井 中国文坛 就是这么一口深不可测的老井啊 你探头过去 看得到周寿娟那张憔悴的老脸 看得到沈从文在武门上哆嗦地走着 看得到赵树里像喷气势般贴地飞行 看得到毛星火一脸猙獰攻击墨炎 而墨炎一边悲悯写在土改中被镇压又轮回围出的地主 一边夸着启动这次土改的领袖 伟大胸襟和磅礴气势 理解墨炎 称为墨炎 超越墨炎 慢慢地 大家都在那口井中 我的文学阅读 是始于手抄本的 除了世纪经典黄色小说 《少女之心》 还看过一个鸡汤爱情故事 一个小伙在西湖救了一个落水的姑娘 于是俩人相爱 相约富美留学 可小伙父亲从中作梗 迫使姑娘只身富美 而小伙在国内和另一个姑娘结婚 头一个姑娘不忘婚约 排除万难归国时 发现小伙另有婚配 姑娘大为伤心 经过情感斗争 远赴祖国的大西北参加生产了 我长大以后才知道 就这么一个人畜无害的地摊故事 坐着张扬却被抓了起来 江青同志大怒 中央成立专案组 下令枪毙作者 你肯定不明白 为什么要枪毙一个三流言情作者 也许因为女主美化了敌国 还提到周总理 海里面正在搞斗争 张扬收尽磨难 即将执行枪决时 幸好四人帮倒台 作者才免于一死 懂行的人知道 这就是著名的第二次握手 抄来抄去 传来传去 长度版本各不相同 还出现浪花 归来 清淡之母 等奇形怪状名字 北京一名工人 看了一个没开头的版本 不知叫什么名字 随手贴了张纸条 写上第二次握手 工人宿舍里 抠脚大汉 和爱抹血花糕的女人们传看着 传看着 成就了一段传奇 看 小说本身内容 远不如小说诞生的过程 具有文学性 思想性 时代意义 人性深处的幽暗 这才是真正的中国文学 什么是外国文学呢 不谈英美文学了 陈定兴先生 写过很多俄罗斯文学史 让我们寥寥万恶的沙皇时代 一 普希金经常讽刺亚历山大一事 参与秘密社团 发表反动言论 沙皇忍无可忍 决定流放普希金 内容 下派到南俄某移民监护委员会认知 是的 换个地方当公务员 普希金拿着沙皇发的工资 在南俄继续花天酒地 继续讽刺沙皇 沙皇勃然大怒 下令把普希金换一个地方流放 普希金母亲的庄园 但普希金仍可以外出打猎 行动不受限制 可以继续发表作品 二 十九世纪沙皇时代 没有一个作家因作品而遭判刑 因为几人沙皇都觉得 要是因作品把作家给判了 在欧洲皇室圈挺丢人的 那些被抓的作家 都是因为直接参与推翻沙皇行动 比如托斯托耶夫斯基 车尔尼舍夫斯基 前者还在监狱里写了小说 小英雄 后者还写了怎么办 奇怪的都获得了发表 三 托尔斯泰一生都在抨击沙皇制度 甚至沙皇本人 在俄国形成两个沙皇的局面 他死后 家人失去生活来源 托夫人求助于沙皇 沙皇就向议会动议 由于家人报价太高 没被通过 奇怪 怎会有跳出来阻拦的议会 沙皇就折中 每年资助一万卢布 这相当于二十名俄军上校的年薪 四 过格里旅居意大利 写反抗沙皇农奴制的死魂灵时 发现没钱了 就写信给沙皇 很快 他收到沙皇五千卢布的资助 这相当于十名俄军上校的年薪 后来 凑不要脸的 果格里又把钱花完了 为让他写完 死魂灵 宫廷女官斯米尔诺娃 替他向沙皇求情 沙皇又给他三千卢布 但每年只付一千卢布 免得又被果格里一次挥霍完 看了沙皇时代的文学史 就明白为什么俄罗斯井喷史 涌现那么多伟大作家 也明白了为什么沙皇必然倒台 一家子必然在地下室被杀死 还是烧制设理自豪 璀璨 光鲜 工人学习参观 引入日新月异的AI技术就更好 无需动员 自动抄写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反正中 优优松 我还没见到 肃炎 尾 表源 我还没见到 客人 eld 稳